嗨,我是丸子 今天呢,要来介绍一下北海道的汤咖喱 超市呢,有卖现成的咖喱块 但是呢,我想自己做一次试一下 今天的视频可能有点长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先收藏起来 有时间的时候呢,也可以自己试一下 今天会用到很多的香辛料和蔬菜 我们就边做边介绍了 首先呢,是找一个中等大小的洋葱 把它就是简单的洗干净之后 这样对半切,然后再切这比较薄的丝 那边呢,我还是用了铸铁锅 因为它炒啊,炖煮啊,可以用一个锅就完成了 刚才我已经给这个铸铁锅预热了 然后呢,放好了油,把这个洋葱都倒进来 我们就要开始不断的翻炒它了 咖喱最重要的一步呢,是炒这个洋葱 不要着急,火不要大,不要炒糊了 要慢慢的把它炒到一个焦糖色 用这个空单呢,我们赶紧来切一只这个番茄 把它切成小丁,一会儿呢,也是要炒到一起的 切好了,就马上去照顾这边的洋葱 洋葱慢慢的翻炒呢,它就会变成那种 哎,很好看的焦糖色 炒到大概这个颜色吧 因为铸铁锅它的保温性能很好嘛 所以我们先把火关掉 然后它还会在持续的变色 先来加一些姜泥和蒜泥割一小勺的样子 用这个余温呢,把它翻炒一下 炒出香气之后呢,把刚才的这个番茄丁给下来 番茄丁呢,要翻炒到就是看不到这个番茄的形状了 然后让它的汤汁呢,也要跑一跑 比较浓一点才会好一些 这个空单,我们又来准备下一步的熟菜 嗯,八分之一的这个卷心菜吧 把它切成小块 我之所以没有一次性把菜都切完 是因为比较费时间 嗯,中途完全是有时间可以边做边切的 这时候呢,我们又来照顾这边的洋葱和番茄 炒到这个程度,看不到番茄了,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来加香辛料 这个呢,就是纯咖喱粉 这个呢,是叫做印度的综合香料 刚才我切了一点香菜末 也可以放干燥的香菜或者香菜粉 之后呢,再加一些自然粉 这个加少量就可以了 我们再不断的往里面叠加这个香辛料 然后呢,这个辣椒粉也加一些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 罗勒是一定要加的 干燥的或者是新鲜的都可以 然后用量呢 后来我会给大家写到我的文字里面 先来加一小勺的盐吧 然后呢,再稍微加一些胡椒粉 胡椒粉略略的抖一抖就可以了 之后我们来加这个番茄酱 或者番茄沙丝 嗯,都是可以的 然后加一小块的黄油 大概10克左右吧 加进来之后呢 我们先把它翻炒一下 让这个材料都充分的混合在一起 之后我们来加汤 这个是我提前做好的这个日式的高汤 如果想做的话 可以去参考我以前有一个 蕎麦的一个视频 或者你就买日式的高汤包 去泡一泡就可以了 之后呢,再加一个等量的水 就好了 我们再来加一点这个浓厚的酱油 加一勺我觉得就够了 然后这个汤呢就这样调整好了 你可以把它放到旁边的火上呢 开一个最小的火 让它慢慢的去加热 这时候我们来做下一个步骤 一般汤咖喱里面 你都能看到带骨的这个鸡腿 我只买到了这种比较小的琵琶腿 如果你可以买到那种带胯的部分的那种手枪腿 也是可以的 一定要把水先蘸干 然后再下锅呢煎它 就避免它崩油 想起来这个是一个就是 猪菜精华式的一个汤底 我也把它加到那边的咖喱汤里面 然后把这个鸡腿的表面呢 都煎到这种浅金黄色吧 就可以直接呢 把它扔到旁边的这个汤锅里面了 刚才切好的这个卷心菜呢 也放下来 随着这个汤的翻滚呢 有一些沫出来 可以把它打掉 不打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 之后等到这个汤完全都沸腾了 我们就加盖子 然后转小火煮30分钟 在这个时间里 我们就可以准备就是 汤咖喱上面那些颜色丰富的蔬菜了 品种呢 大家可以自己去决定 你像我吧 就是有西兰花 现成的那个玉米 你还可以比如说加南瓜呀 这个是类似于杭椒的小青椒 我加了这个土豆 土豆呢最好是带皮的 以后我们都是要炸一下 胡萝卜呢可以把这个片切得厚一些 茄子呢一定要在茄子皮那一面打个十字刀 那样比较容易熟 然后呢彩椒是力不可少的 既营养丰富 优势在色彩上非常有装饰性 我们先等这个汤煮好 我们要确认一下这个鸡腿的熟成度 如果没有问题呢 再尝一尝这个汤的味道 调整一下它的咸淡 然后就可以关火 让它在这个锅子里保温了 之后我们就来炸蔬菜 刚开始油温低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炸土豆呀 还有胡萝卜这种大块的 然后炸一下呢先捞出来 最后再复炸一次就可以多手透了 中间油温升起来呢 先炸茄子 茄子呢要皮向下放下去 这样保证它不褪色 会非常的好看 其他蔬菜很好熟 炸一下就可以捞出来了 最后别忘了复炸 最前面的土豆呀 这类大块的蔬菜 都炸好了之后呢 颜色会比刚才又更艳丽一些 白起盘来就非常的好看了 接着我们也来装盘 最好找这种大一点的敞口的碗 像店里一样的这个鸡腿骨 我们可以稍微的织出来一块 而且材料很多很扎实嘛 土豆把它放在最下面 一个是呢方便它吸收汤汁 二一个它可以拖着上面的蔬菜 这样摆出来呢会非常的好看 先把这个咖喱汤盛进来 能没过土豆就可以了 然后刚才的蔬菜呢 就把它摆进来 如果你觉得蔬菜没有味道的话 可以稍稍的在上面撒一点点的盐 这样不会影响总体的味道 而且吃起来呢也会感觉更好吃一些 最后放半个鸡蛋 或者你有小的那种鹌鹑蛋 放一个两个都是可以的 因为下面太烫了 所以我垫个盘子比较好端 这样一个复原度很高的 北海道的汤咖喱就做好了 在夏天的时候呢 吃上一道这样的汤菜 真的还是蛮开胃的 喜欢的话记得关注我吧 我们下次见啰 我们下期待 年轻人费 年轻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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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人费 年轻人质